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法国总理博尔内昨天下午在反对派议员的一片虚声当中 动用宪法绕过国会投票 强行通过总统马克龙力推的退休改革法案 那这样的举动迅速引发了民众的怒火 抗议浪潮跟罢工宣言席卷整个法国 单单在巴黎就有至少217人被捕 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大力推动的这个退休改革制度 那昨天来到关键时刻 由于法国执政党因为没有把握 让这个退休改革法案在国会通过 因此呢在最终投票表决前的最后一刻 他们孤注一掷 进行了一场政治豪赌 动用宪法第49条第三款终止辩论 绕过投票 强制通过了将法定退休年龄 从62岁延长到64岁的改革法案 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宪法第49条第三款 同时也赋予反对阵营在24小时内 对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 一旦动议通过 内阁就必须要总辞 强行通过的法案也必须撤销 与此同时 在政府宣布强制通过法案之后 法国巴黎的街头就在工会的号召下 聚集了大批示威者 而且还跟警方爆发了激烈冲突 法国总统马克龙绕过国民议会表决 强硬直接通过了不受欢迎的退休金制度改革方案 激怒了许多法国人 数以千计的示威者走上街头坑地 甚至有人在街头粉骚杂物 捡起石头丢向警察 并企图冲破围栏 面对行为激进的示威者 法国防暴警察使用催泪弹和水炮来驱散人群 双方因此爆发了激烈冲突 期间有执法的警员受伤 以及至少八人被逮捕 示威者表示对法国政府感到非常失望 另一边乡退休金制度改革也引起了反对派议员的不满 他们在会议厅内举起反对64岁退休的自台 同时高唱国歌来打断法国总理博尔内的发言 导致会议一度中断 最终法国总理博尔内在一片混乱中宣布通过 退休金制度改革方案 根据法国宪法一旦动用宪法第49条第三款 法案就被市委通过 不过极左派不屈法国党 以及极右派国民联盟已经表示 会向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 不信任动议一旦通过 就意味着政府将被推翻 法案自然会失去小力 不信任动议一旧 不信任动议一旦有望 感谢观看